你沒眼花也沒看錯 林文龍和孫圈的確是出席TVB的記招 還和一大班演員齊齊宣布 參演首部以4K全實景拍攝的新劇 《不懂殺嬌的女人》 文龍和孫圈雖然相識多年 但一直沒什麼合作機會 對上一次他們參與劇集《洗淵綠》 都只有幾面資源 這次兩位演技高手強勢回歸拍劇 還要是做情侶 還不是觀眾的一大喜訊 為何會反映? 是否角色吸引和對手吸引? 我就是角色吸引、對手吸引 和劇本吸引 亦公司有誠意 是 一樣 是 全中 全中 大家改變了嗎? 沒有 我第一天看到他開會 一走就說糟了 他也吃了防腐劑 我要回去吃更多的食物 他很厲害 他現在搞到…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臉部 只剩24小時的 現在為了他 24小時營業的 就是為了他 現在最慘的是 有些街邊的阿婆 拿條線刮那些 都不讓他下班 鮮臉 那戲是多無私 你多一點 他不需要露心口 露心口? 有一場戲是要說他 被人剃掉心口 有這麼需要嗎? 特地寫一場戲嗎? 哇 起床這麼大 對比起深夜時段 重播那套經典作 人在邊緣中間分界的文龍 現在的文龍 不僅一樣這麼青春 還要形了又面了 難怪孫婉對他也有點心動 只可惜文龍已經為人夫 就算孫婉在活動上 不停撒嬌 他也不為所動 有事發生嗎? 剛才有事發生嗎? 如果看到我平時跟他 怎麼說話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這是沒有事發生的 剛才被迫的 剛才完全沒有發生過事 沒有發生過 他會放個桌子在這裏 不愛就放在這裏 愛就不要放在這裏 想著不愛就可以放在這裏 很快 他很溫馨 我期待你們倆 肯定很多火花 我也不知道 其實拍不拍得完 我怕我忍不住笑 你有沒有親密鏡頭? 有 那老婆行不行? 有嗎? 他看了劇本 有嗎? 他很擅長演戲 真的不是鏡頭? 是呀 你是不是加上去? 我看沒有 請導演 你死了 第十三 第十一集 是嗎? 看到沒有? 第十一集 第十一集